心中反而更加的高兴 当这种情形发生时 也就是自己的福报 很快就要穷尽的征兆 所以 对名利财富 不要产生贪恋之心 没有贪恋心 就不会有嫉妒心 要能够了解世俗的名利财富 并没有实质的意义 就可以避免 贪恋与嫉妒心的升起 接下来讲解 第20段诵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子行》三十七颂 嘎千人薄切开始 第二十段诵文 倘若未服 内称敌 外敌虽服 玄增胜 故应肃心慈悲君 降伏自心 佛子行 如果没有调服自己内在 称恨的仇敌 外在的仇敌 就会越来越多 最初可能只有五个 十个 最后整个村子 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这是因为 这是因为 称恨心的力量很强烈 而导致敌人不断地增加 称恨生气的时候 就好像脚被刺到一样 痛苦的是自己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男女朋友之间 或者是父母对待子女 也是一样 当对方生气的时候 都是板着一张棺材脸 非常的不好看 而在对方生气时 无论你讲什么好听的话 他都听不进去 生气本身就是痛苦 所以生气的人自然就会产生痛苦 有些父母亲在生气的时候 子女都不敢靠近 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父亲 臭着一张脸 当然不敢接近了 而做父亲的也经常会想 怎么子女都不喜欢自己 不愿意接近自己 老是往外跑呢 其实是自己经常生气 所造成的过患 这就是愤怒所带来的过失 会使外面的敌人不断增加 因此愤怒首先 会让自己陷于痛苦之中 其次让周围的人不喜欢自己 最后在来世堕入地狱之中 因此敌人只有一个 就是愤怒之心 而对质愤怒之心的方法 就是慈悲 慈悲心的位置 愤怒是不能够占据的 同样的 愤怒的位置 慈悲心也无法取代 这就好像一张椅子 只能坐得下一个人 慈悲与愤怒 二者是不会共存的 所以要好好地休息 慈悲之心 将愤怒去除 过去有一个僧人 因为常处于嗔恨之中 别人怎么开导他 也没有什么效果 因此他经常在梦中看到 杀人放火等等不好的情形 后来经过上师教导 他修习菩提心 才逐渐平息这种痛苦 要知道 地狱即是由 嗔恨所幻化而成的 具体形象 嗔恨心是无形的 而地狱却是 有形的具体形象 心怀嗔恨的人 即使在梦中 还是要见到打打杀杀 开枪射击 种种的景象 那位僧人 在经由不断地 修习菩提心之后 他梦中的打杀情形 才渐渐地消失掉 这个世界的情形 也是如此 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 本来住在台北 他没有什么朋友 因为他把每个人 都得罪光了 就算他搬到台中去 还是会面临 同样的问题 最后还是 只得继续搬家 这是因为 敌人只有一个 就是内心的愤怒 如果调服了愤怒 就不会有外在的敌人 因此忍辱的功德 是非常大的 佛说忍辱 能令一切仇敌 都变成朋友 而一个人 如果经常生气 朋友 也会变成仇敌 一个经常 修持忍辱的人 四周都是 非常好的朋友 在他的梦境中 所出现的 也都是和睦相处的情况 这样的人死亡之后 当然会投生于 极乐净土之中 因为在极乐净土当中 大家都是和睦相处的 一个生气的人 为什么会投生于 地狱之中呢 因为地狱中的每个人 彼此都是仇敌 看到对方 都先将对方杀掉 因此 菩提心所画成的具体形象 就是极乐净土 而称恨心 画成的具体形象 就是地狱 知道了这种情况之后 每一个人 都应当立下誓言 就是生气的时候 无论是夫妇 或男女朋友 当自己生气的时候 一定不要说话 等到这个脾气过了之后 再来做解释 将事情的经过 及自己的看法 让对方了解 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的困扰 宋文当中 为什么说 要肃心慈悲君呢 这个慈悲君指的就是 慈悲的观想 不是做一次两次就可以 观想的次数 要像军队那么的多 而且要一再地观修 比如说 我们在家庭中 经常会生气 生气的时候 要这样来思维 从无始轮回以来 每一个众生 都曾经是我的父母亲 大家能够成为一家人 这个姻缘 是十分难得的 所以实在不需要生气 并且要想到 生气的果报 就是未来投生于地狱当中 如果这样想的话 就会对生气产生后悔之心 进而去除愤怒 要知道 死亡是无常的 我们不知道大家 还能够再相处多久 在死亡无常 尚未降临之前 不晓得还有几天 能够共同地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们更应该 喜悦快乐地 共同生活 如果对方来伤害我们 就应当修持忍辱之心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优缺点和过失 其实这些过失都很微小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应该要去发现 对方的好处 多想想对方的优点 能够经常这样子去思维的话 生气的次数就会减少 而且能够互相照顾 我们应当经常思维 外在环境中 所有的众生 都是自己的父母亲 因此看到外面 一个个的众生 就好像一次又一次地 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亲 也因此自己心中的 慈心与悲心 也就会一次 两次 三次 再三重复地加强 这就好像如意宝珠 累积得越来越多 内心就会充满了 关怀之情 由于心的意识 是刹那累积而成的 所以慈悲之心 也可以一点一滴地 来积聚 而外在的世界 也是由微尘 一点一滴 累积而成 目前科学家们 对于心 是否如同外在的 气世界一样 也是如同微尘般的 一点一滴 累积而来 仍有争议 但是无论如何 大家都要去 意想朋友的好处 反之 如果经常想着 对方的缺点 总有一天 会大吵一架的 这里面的内容 包含了 适合每一个人 学习的部分 如果一个人的 称恨之心 非常强烈的话 就要好好地 把颂文读一读 并思维其中的意义 听过之后 要思维 思维后 要实修 这就是 文思修的次第 现在各位 来听我讲解 这就是文 之后 要去思维 生气 会带给我们好处吗 它的害处 又是什么 仔细思维过后 接下来要观修 要想一想 当自己生气时 自己该如何处理 我们在尚未生气之前 就应当先模拟练习 其实愤怒 就像是一阵风一样 是没有实体的 愤怒生气的时候 要好好地提醒上师 片刻之后 怒气马上就会消失不见了 于是在经由 文思修次第的学习之后 对愤怒就不会产生恐惧 因为当愤怒出现的时候 只要冷静下来 愤怒就会消失无踪了 只要我们经常地文思修 很快就会有效果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慈悲喜舍 乐开怀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 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 弘扬佛陀所有正法 放生 护生 吃素 念佛 诵经 持咒 帮助贫穷 造佛像 造佛塔 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 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 也更期望你来护持 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 能够弘扬佛陀正法 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系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很深入 关系 220中文化活力 020 scripture 2205 1199 2209 2208 大刀 22010 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